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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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一起的第一个整天的一个特别得福的日子 创造主自己亲自到来 使第七日成为圣洁 在当日他们学习到更多关于他们的创造主 以及他们周围的受造之物的事 在当日结束的时候 他们还被邀请在下一个安施日 再次与上帝一同共度一整天的时间 原来第一个安施日在地上是一个欢乐的日子 那在天上又如何呢? 在约伯记三十八章四至七节这样说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那时神声一同歌唱 神的众使者也都欢呼 由这个经文我们可以见到 当创造世界的大功完毕的时候 天上的众使者一同歌唱一齐欢呼 原因是天上因路食苦和三贩一天使背叛上帝 而笼罩着黑暗 上帝信实和慈爱受到质疑 在世界被造的六日期间 众使者正心观察 特别是阿当夏娃被造的时候 上帝赋予人有爱和自由选择的能力 众生灵见到一位非常重视关系 爱护和关心受造之物的上帝 而重赠他 今天这位信实由慈爱的创造主 也是每一个安息日邀请我们与他亲近 让我们在安息日与上帝一同度过一整天的时间 并学习有关上帝的事 下一个题目是一段重新认识的时刻 在《出埃及记》十六章二十节这样说 你们看也说既将安息日刺给你们 所以第六天他刺给你们两天的食物 第七天各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 不许什么人出去 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努力之下被逼在安息日工作 上帝领他们出埃及之后 要他们重新认识安息日 上帝要他们重新认识上帝是哪位 上帝有多么爱他们 上帝为他们所立的所有的计划 在抗野上帝使用玛拿来教导他们安息日的教训 其实上帝每个星期下一个双重的神迹 第一他在星期五就降下双配的玛拿 然后在安息日就五光阴荷的玛拿 第二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 百姓在星期五所预备的玛拿 在安息日然然没有腐烂 但是在其他日子所预备的玛拿 在夹天就会生重了 于是者以色人就在抗野吃了四十年的玛拿 安息日和玛拿的测验 实际上是信靠和信服上帝的口言 目的是要让以色人在埃及迷失方向之后 重新认识他们的上帝 上帝今天然然再邀请我们 在每个安息日来重新认识他 来更深地了解他的品德 并且与上帝建立一种更坚强稳固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看一段重组优先次序的时刻 以彩下书五十八章十三至十四节这样说 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 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 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 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 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 不随自己的私意 不说自己的私话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要视你情价地的高处 由以你祖雅角的产业养育你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在以撒书五十八章 上帝呼吁祂的子民要重新 考量他们人生的优先次序 他们禁食 请求上帝使他们得福、亢通 但是他们却同时剥削他们的工人 并且欺压那些无能力反抗的人 在经文里面 上帝特别解释说 正确得福的方法正好是相反的 我们应当先照顾别人 并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得福亢通 在这一段的话之后 还连接着一个呼召 就是将自己和自己的事务放在一边 与上帝一同享受安息日的福乐 原来安息日是要帮助我们 将上帝放在第一个位置 并且把其他所有的事务 都归放在他们正确的位置去 接下来的题目是 一段认识祂的时刻 马可福音2章27到28节这样说 由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切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切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有些基督徒有一种假设 认为安息日制度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已经结束了 但有一点要大家特别留意的就是 最早的福音书 应该在耶稣死后三十年左右写成 但却是有更多的福音书的篇幅 都描述耶稣安息日的改革 但是如果安息日制度已经废除了三十年 而耶稣生片里面 还有很多其他事迹可以记录下来 对于刚刚建立的教会来说 这种对安息日强调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就是 早期教会的基督徒依然遵守安息日 所以为什么使徒写福音书的时候 然记录耶稣所说的说话 人子也是安息日主 的确安息日是耶稣所设立的 我们多看一些关于耶稣时代的背景 当时在犹太会堂里面 上帝的律法会在安息日被重复的来诵读解说 因为他们想要更好地了解上帝的旨意 但很可惜他们却尝试以所有的细节 来描述他们在安息日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 因为这样做的时候 就能更好地遵守上帝的律法 就是因为这样 他们就将安息日转变成为一种负担 而耶稣来的时候 他就以行动和说话 来提醒他们安息日真正的目的 其实安息日是为了我们 和我们诸宗的人的福乐而设立的 我们被鼓励要在安息日与安息日主更亲近 我们对祂的信从 应当是出于我们 对祂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出自感恩的心 好了下一个题目是一段分享的时刻 《使徒行传》13章43节 他们出会堂的时候 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 给他们听 最初的基督徒在安息日的聚会中 分享福音的信息 他们以圣经的话 和自己的见证 来说明耶稣就是离聚 今天福林教会也拥有透过教导 来鼓励见证和解经的悠久历史 安息日学和崇拜聚会特别正道的时候 以及其他安息日的各种聚会 都互相结合为福林信徒 提供了稳固而正式的教育基础 吸教会的证言 华尔伦地说 上帝教导我们 要我们在祂的圣所中聚会 以便培养那存备之外的种种属性 这会帮助地上的居民准备妥当 好进入那基督以祂为烦爱祂的人所预备的住处 在那里每逢月术和安息日 他们都要在圣所中聚集 一同用最崇高的诗歌旋律 将重赞、感谢归于那坐在宝座上的 也归于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各位我们在地上的安息日的福乐 将会延伸到将来在天国里面 在天上我们仍要称借重赞我们的上帝 好了我们今课概述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课再见 拜拜